民党现在还怕了一个人 就是韩国瑜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刚看完了 这个是不分区的证监发表会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大绿小绿都杀红眼 追杀韩国瑜 杀到一个血流成河 郭雨晴直接在民党电视广告当中 重回高雄前镇爬树 模仿韩国瑜 说韩国瑜担任高雄市场期间 视察登革日疫情 爬树探杆树洞的过程 郭雨晴在片中表示 如果未来国会蓝白过半 韩国瑜就是立法院长 那么时代力量的 这个也是不分区的候选人王宝宣说 韩国瑜不任国会议长 而且预期选后 国会将会迎来蓝绿不过半的全新局面 时代力量角色会变得非常关键 那韩国瑜被猛攻 柯知恩直接就说 他说这是不知道韩国瑜的魔咒 对于政党有这么大的创伤 未来韩国瑜要不要当立法院长 要看到他自己 还有立法委员的决定 民进党执政这么久 尊重宪法的话 就会知道 宪法赋予立法院长的职权 不是去中联办做一下 就可以把台湾卖出去 把韩国瑜抬出来谈 就暴露出你的恐惧 韩国瑜一贯的幽默 他说 赖清德黄金州在高雄 从头到尾都爱骂我 不晓得赖清德是怀念我 还是害怕我 如果是怀念 可以上网路或上电视 找我的影片 但我的影片跟罗智政的那种 不一样 我要讲的是上志哥 对啊 我之前就一直在讲 民营党 这个大绿小绿 真的是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韩国瑜 那是心魔 到底有多怕韩国瑜 容我讲韩国瑜之前 我觉得今天下午 还有另外 我现在被触动的 就赖清德终于正式的 回复他私生子的事情 他刚刚 他下午在云林的时候 第一次正式 他说呢 他就讲说 你看你提问 大家都在笑 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我赖清德没有私生子 我的私生活 觉得进了其检验 然后他还继续说 你们敢开记者会 说的会声会议 你们 他是指求一他们 你们就把孩子带出来 我马上跟他验DNA 他悬赏100万 好 我的意思说 现在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待会回来讲韩国瑜之前 就是民党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种刚刚那个 刚刚这个卫星做飞弹的方式 刚刚我们看罗智政 跟洪生汉的 这样这么负面的东西 赶快立刻说 就是包括境外中国大陆就有选举 然后为什么刚刚讲赖清德要回复 因为赖清德私生这些人 就是在基层 包括民党基层 很烧吗 烧开来的 传了死去活来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 相信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 因为你不要忘了 其实在邱毅在讲这件事情当中 有讲出一件事情 虽然在网路上 可是传开了 说因为这件事情陈水扁知道 邱毅这边讲 大家他没有秀 至于邱毅说是 陈水扁有传简讯给邱毅 然后这里头甚至有讲出 那个小男生的字的名字 也就是对于这个女生 或等等之类的 是陈水扁 不能说一眼正 至少陈水扁是知道的 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 很多其实都知道 反正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说法 虽然在主流媒体都没有认真讨论 因为这个东西你觉得 大家都没有证据 而且好私得又这么关键 主流媒不多谈 但我要讲基层已经传了死去回来 包括民进党本身的基层 而且大家都人都相信 就像赖皮疗他否定一样 到最后他一直验证验证里头 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我要讲 他们现在要赶快兼闭亲野 同样的在监狱亲野 我要讲 你就看到这些凌乱的手段 凌乱的手段 凌乱 刚刚你看到这种把这种卫星当飞弹 整套从国防部到蔡英文 包括到林静怡等等 包括连陈建仁 一路在同一个时间 大家要一起启动 不管有没有效 可是同样大陆我们就会看到 你看在这个 现在同样另外一路 在紧抓的韩国瑜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无效的 为什么我说无效 就是你现在在紧盯韩国瑜这件事情 比如说桂琴 你能得什么分 就是你当然引来一些话题 可是他其实反而会失焦 他会有些事情 此刻你在供韩国瑜的部分 第一个 你对于你民进党自己的那些人 能加分吗 你能多拉一票吗 第二个 国民党有多少任何人会因为你这样讲 都对韩国瑜而讨厌而离开吗 第三个对科文哲支持者 所以现在主要是大家 虽然都在这个实验点上 看似合理 看似争议 但这个东西可能你说在一个月前两个月三个月前 比如说大家公认赖清德的那个广告在路上 如果你是三个月前就出来有用 因为他会有些扩散性 可能有些正面性的东西 而因为他的这样子的风格跟逻辑跟视觉印象 不是在今年的选战当中 大家砍来砍去说来说去的 是一个正面陈述自己的方式是没有的 所以那会有个风格你必须要去取消或攻击 可是他会扩散 但是他最后在十几天才出来 真的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我就刚刚讲 在这个当中你主要的 我刚刚讲三重啊或什么那些的支持者 而且那个太文青 那个是一个文青风格的诉说 充满了暗示充满个逻辑当中的接棒接替的程序 他不是赤裸的直率的 刚刚那个卫星的部分是赤裸直率的 我就认为对他们的基层有用 所以我要讲的部分是所以在现在看到 郭亦勤这些这是一个一看就知道 他不是赖板 他甚至不是民进党发动的 这就是一些个别的破碎的 东扯瞎扯的部分的东西 所以他的攻击点发散 所以事实上对整个选情 根本没什么特别道理 但为什么他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郭亦勤他自己作为不分区 他都没有什么贡献 他没有贡献什么 你知道郭亦勤被骂到臭头在民进党那边 因为有太多今年没有提名一届 没有提名当中厉害的人 给一个你知道我民进党当中的 一些独派的长辈 对我还是很好的一些长辈 那些过去陈伟北的金主的 这个等级人 他们这次因为赖清德没有提名 足够的一届分量的人 而提名像郭亦勤 在他们眼中都认为这些戏子 这些小丑 对不起我不认为他郭亦勤是戏子 但是从传统的民进党那种沙文主义 男性主义的霸气当中 你没有提名我们一个厉害的医生 厉害的有代表性代表意见 你提名像郭亦勤这样子 所以其实郭亦勤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他还是要搞一点声势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新音 我就在翻白眼新音想说 你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有用吗 没有用嘛 不分区当然有他们的任务 他们也要继续去扩展 郭亦勤这个东西你觉得他 年轻人有兴趣吗 你说你告诉我那个族群有兴趣吗 三重新装或什么之类的 郭亦勤是谁啊 他以前演的戏 他也不是演《世间情》 或那些八点党的本土剧 他不是啊 不是本土剧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说 所有现在这种攻防当中 看似合理 看似有这么一些点的 吸引人讨论的话题 但没有用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丧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施肤的敬感 扶神 红尔益生菌 早送为行事 不过 留在招待 苍而您 奥